印度改装武器装备的思路很奇妙,连俄罗斯人都不得不佩服。 印度是南亚地区一个大国,其军事力量也是很强大的。 不过印度对国防建设的态度总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,所以经常能在网上看到关于印度军队一些奇怪新闻。 比如在印度陆军最近一次大行驶战演习中,有两名似乎是高级指挥官的军官,把T90坦克当成了观光车。 现代坦克炮塔外部装有很多设备,因此不适合搭载步兵。 为了让领导能更舒适地看演习,印度军方把这辆T90S炮塔后方装了一对坚固服手椅,完美帮领导排除了忧愁。 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,这个消息最早是印度陆军5月9日在其官方社交账号的公开的,写道, 这场规模旁大陆战演习持续了一个月,有超过25000名印度士兵共同参与,包括主战坦克、武装直升机、无人机等先进装备纷纷在演习场上亮相。 演习于5月9日当天结束,同时还贴发了再几张演习的照片,其中就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指挥T90坦克座驾的图片。 画面中这辆T90S主战坦克的炮台后方被改装成二张椅子,有二名高级军官正坐在上面,其中一位还戴住墨镜派头十足。 另外椅子后面还有一个人,只是他没有椅子可以坐,只能站在椅子后面,有个疑问是,在坦克运动时,后面这位要怎样固定身体,不然容易被甩下去。 对此俄罗斯报也表示了吐槽,并认为这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以奇怪的方式改装武器装备了,他们对军事装备的想象力似乎特别丰富。 印度是T90S坦克主要外国买家。 第一批的T90S与2000年运比印度,之后印度政府赤字25亿美元,获得生产1000辆T90S坦克的生产许可,可以由印度自行组装生产,并且还会继续增加,到2020年,印度的T90S主战坦克总数会多达2000辆。 同时印度还与俄罗斯坦克博得T90MS的升级套件。 对于将T90S坦克改装观光车,其实也好理解。 首先军演所在的区域,属于沙漠地区,因此一般的车辆通行起来肯定很困难。 同时看演习如果只在观理台上看,观察得不够全面。 对于部队到底如何实施作战课目,看不清也不好总结。 这样一来,搭乘参演的重型装备就是可行的选择了。 T90S坦克通行能力好,加上车体比较高,在炮塔上双椅子与视野够开阔。 有利于高级军官清晰地看到军演的过程和部队操作的细节。 对于部队操作的细节。